2月14号是新阳情人节 不过封面较菊花 东半水有雨 温度也明显下滑 跟上个星期的好天气差很大 星期一明显转冷 星期二到星期四 气温会稍稍回升 但是一封面 东半部还是会有短暂正雨 到了星期五 又一波冷空气暴到 带来水气 提醒民众这个星期出门 都要记得带雨具 试试保暖 会别周末的好天气 情人节和元宵节的天气 都不会太好 本周天气呈现阶段性变化 14日周一夕阳情人节这天起 花东受到封面搅局 伴随正雨且气温下滑 而元宵节周二以及周三水气减少 直到周四气温才会明显回温 从今天14号开始 我们的温度 其实在晚上 温度是清晨的时候 早晚温度还是蛮低的 就是16度 然后明天开始15号16号的时候 温度就开始逐步缓和的上升 然后刚才说过了 到19号的时候 另外一波封面下来 可能会那一波可能会比较强一点 可能会大陆暖气 可能一个影响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19号到20号之间 大概就温度就会往下降 然后我们预测到20号的温度 可能还会降到14度 所以找出晚贵的观众 还是要注意 携带雨具 然后穿着保暖一点点 另外一点就是要提醒一下 明天15号 我们东部可能还是有长浪 如果你要去海边钓鱼的时候 你可能要住 从事海边活动的时候 你可能要注意一下自身的安全 周五到周日 华南云雨区东移 冷空气南下 届时又会变天 花冬多云短暂雨 周五各地降雨机会大 周六起明显转凉 提醒民众 春天脚不近 天气变化快 若有安排出门看灯会过元宵 记得携带雨具 适时增添衣物保暖 做好防疫 记者长帮演 华林士报导